海晴, 我也知道有一天 你會帶我來行山 但是有什麼山? 春天不行, 夏天不行, 要來冬天 難道你要帶我去行有雪的山? 這個真的不是 但是, 阿彤你真的不能整天 冬天都蹲在家裡, 什麼都不做 冬天行山是一件非常好的事情 因為你可以看到限定版本的風景 很漂亮, 而且我真的對你很好 這次我們不需要去很遠的地方 我們在台北的晴天岡就可以看到了 晴天岡? 聽說這裡有很多情侶 等一下有一些情侶在我面前 翻散, 我不放過你 情侶與我無關, 避不開 但是除了這裡有很多情侶 其實晴天岡是一個 大家都很喜歡來這裡行山的地方 因為晴天岡四通八達 可以接到很多不同的景點 又很簡單, 一直比較難一點的 我現在也有, 看你這一身打扮 我知道了, 你平時又不運動 又喜歡拍照, 是嗎? 所以我今天選了一個 比較簡單一點, 但還是需要體力的 就是叫做金包梨打扮 金包梨, 大哥 這樣真的要看看 但是我想說 我這一身打扮真的有肥膩 不是這麼簡單的 自己打… 其實我們現在走的楊明山公園 它本身是一個火山群 就是不僅是一座楊明山 它是一個大團火山群 我也有做一點點功課 我知道楊明山是春天 對它欣賞櫻花 而夏天對它踩鞋魚 你又知道冬天和秋天 是可以做什麼呢? 當然知道了 就是你過來這裡拍照 打扮圍著大芒草 看看旁邊的那些… 那些是芒草? 因為是野草 當然不是 是因為你現在看到它們比較少 可能會覺得好像是野草 但其實不是的 如果它整一片的話 真的很漂亮 大家都是為了絕對力 會不會比我的人高? 是的 金包里大路 是楊明山最熱門的明星古道 是昔日金山至士林間的交通捷徑 全長大概30公里 是以前居民運送漁貨、茶葉 和硫磺等的連絡通道 所以又被稱為漁路古道 秋冬時節 沿途還有一大片的芒草相伴 很多登山客, 慕名前來挑戰 海澄, 我覺得你真的很厲害 為什麼你會喜歡行山? 行十分鐘已經出汗了, 很累 基本上這只是因為你穿錯衣服 行山真的很舒服 但是我自己也是第一次走這條路 我從來沒見過芒草的長得這麼高 它真的舔起我這麼高 這裡真的很神秘 為什麼你會找到這裡的地方? 為什麼我會找到? 你是不是想問我是不是走完了? 是呀 我累了, 是嗎? 我累了 其實我們只是剛剛開始走 這條路由城門分南邊和北邊 我們剛剛好就要去北邊 找一個很神秘的景點 還有很神秘的景點? 當然有了 阿海澄, 走了兩個小時 走得我出汗了 剛剛停車場又不上車 現在來到行公路 你是不是想我走到回家? 我們的秘境入口就是這裡 這裡很奇怪 這是秘密通道? 沒錯, 就是因為它很秘密 才是這麼特別 但是進去之前我一定要先跟他說 之後你如果想要再來 要記住, 下雨的時候不要來 而且自己一個人也不要來 知道嗎? 很危險的 在山落如果不小心當失落 別人找不到你 讓你進去 你現在才跟我說 海澄, 你帶我去什麼地方? 很難走 這裡很不得了 而且一聞很熟悉的臭雞蛋味 這是夏七古野溪溫泉 是不是很漂亮? 這個野溪溫泉本身是硫磺溫泉 你可以看到這些顏色是奶白色 很特別 因為硫磺遇到空氣 它就變成硬色 所以大家都會過來拍照打卡 然後就叫它牛奶溫泉 聽說牛奶溫泉浸完之後 會去掉這個角質層 之後有美容作用 之後就會變成白雪雪的樣子 快點去 沒錯, 待會要記住 試一下溫度 然後踩下去的時候 你會發現你的腳真的很放鬆、很舒服 不跟你說這麼多, 我要走 小心… 好 雖然路途只需要十分鐘左右 但是前往這個夏七古野溪溫泉的路 又斜又濕濕滑滑滑的, 挺難走的 不過經歷千辛萬苦找到的溫泉 浸起來才會更舒服 由於野溪溫泉都是屬於天然因素形成 所以有很多不確定的因素 在行走或者泡湯的過程中 都要小心注意安全 海城, 很舒服 而且我腳踩下去的時候 有一種收縮的感覺 這個真的很棒的溫泉 沒錯, 而且水溫真的足夠 平日你會覺得野溪溫泉浸到水不夠暖 對 但其實很暖 尤其是這條, 現在大家看到的 就是這種白色的牛奶泉 但旁邊的水真的是溪水 所以一邊冷一邊暖, 可以自己選擇 難怪好像是上面的時候 一邊冷冰冰, 腳踩下去的時候 才會感受到那種熱氣上來 沒錯, 這個就是野溪溫泉的魅力 很舒服 而且還聞到很重的流浪味 是, 真是很有實感 我真的第一次這麼近大自然 真的沒想過野溪溫泉 真的十分鐘不久就到了 沒錯, 雖然空間有些路 可能比較冷閒一點 但這個已經在所有野溪溫泉裡面 算是非常好走的, 十分鐘 你知不知道我之前去野溪溫泉 我們要走整個小時 我這個已經覺得超崎嶇 你下次拍下照片給我 先告訴我 有意, 那我們也回來這裡泡可以嗎 好, 真的很舒服 這十分鐘真是值得不得了 熱烈烈的泉水 將雙腿的疲勞通通驅除 幸福有時就是這麼簡單 浸完牛奶湯 也總算為這次的 在台灣的韓國之旅畫上一個句號 雖然台灣這邊甚少有落雪的情況 但也有很多地方充滿韓國味 美景也不會輸給韓國那邊 所以有時想換氣氛 轉換心情 就跟著動兵兵去旅行的路線 幻想一下你在韓國旅遊 在韓國旅遊 在韓國旅遊 在韓國旅遊